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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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出了情话 第三遍感情 早了 我爸我妈 都没有这样喜欢过 我干活 那叶雨昕都不知道哪儿惹到她了 分明就是故意在整我 要不是为了爱折酒店 我就和叶雨昕那家伙翻脸了 就是 我也觉得那叶雨昕像在折你 对了 你看 她刚刚还发了嘲讽你的微博呢 居然没有给我披图 那有多久 我给你一楼 你就这样 小心 别再走 似烈 我 pliers 就切粉 就是 你说 把这笔子 你 在图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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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哲酒店每个房间 都标注着叶雨昕同款 多亏了你搞事啊 现在艾哲酒店的房间 供不应求啊 你还别说啊 井之下真的是一个商业鬼才啊 叶雨昕 你真傻还是假傻 你这是免费给艾哲打广告 自降商业价值 你知不知道 我困了 行 你好好休息 我明天过来接你 拜拜 哥 哥 怎么了 叶雨昕 你别胡闹了 行吗 你以为你跑到艾哲去调量之下 就能让我结婚成婚是吗 你是我弟 你得支持我 我错了 哥 你放心吧 我 我一会儿就回去 喂 警之下 你把我住过的房间打造成了艾哲的招牌 赚得盆满钵满 你不应该感恩戴德地请我吃一顿大餐吗 行 我感恩戴德地请您吃个饭 行了吧 叶雨昕约你吃饭啊 啊 这哪是约我吃饭 分明是吸我的血 哎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有一个年轻帅气的小鲜肉约你啊 那也是个年轻帅气的小鲜肉吸我的血 吃 吃个饭而已能花多少钱 姐 你的第二成要来了 哎 赶紧忘了那个夫子 傅欣汉 打扮打扮去约会吧 约你个大头鬼 你又不是不知道叶雨昕之前是怎么整我的 我要告诉你啊 缘分是什么 缘分啊 就是冤家路窄了 哎呀 我懒得理你 我有事先走了 好 副总 来找我姐啊 刚好路过 怎么了 没事 不用可以解释 都懂 哎呀 但是很不巧啊 这个 我姐她出去约会了 叶雨昕 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小鲜肉 粉丝特别多 人气特别高 特别受人喜欢的小鲜肉叶雨昕 谢谢啊 现在的小明星 真是为了热度不择手段 居然叫我们来偷拍 还在这儿 别乱说话 副总 欢迎 欢迎 副总 都准备好了吧 副总 梵木家居所有相关的法律资料 我都准备好了 这么郑重其事 是要见谁吗 移居家居的盛总 移居家居粉丝众多 忠诚度高 你是想 你是想以此为中心 建立新的商权 没错 我们费心心思 拿中心地带的艾哲 发展新的商业权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换个思维 只要移居家居在哪儿 哪里就希望成为新的中心 副总这一步果然走得出乎意料啊 所以你闭关在艾哲办公 也是为了避免走漏风声 只要待会儿跟盛总 把核弄签了之后 都可以定下来 盛总对合作伙伴的首要要求 就是守时 你提早半个小时就到了 看来真的很重视这次合作啊 对了 你再帮我调查一个人 好的 是谁 叶雨昕 客户叶雨昕 她跟这次合作是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 她也不是我的客户 副总 你这还是第一次让我调查 客户以外的人了 明白 对了 送你个礼物 我 最新鲜亮款包包 你怎么买到的 不是买的 是品牌方送的 我前思后想觉得我前段时间的行为太过分了 这个呢 就当是一个小礼物吧 你送的礼物 太贵重了 这样吧 我把钱转给你 要不然这包我背得不安心 我涨这么大送礼物 头一次还要收钱的 武功不受禄 给钱不是应该的吗 来吧 行 好吧 好吧 好 嘞 嘞 好 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你别动 有人在偷拍 谁要这人全挡住了 走 怎么走了 你们拍到了吗 好 傅泽医 傅泽医 你到底想干吗 我想干吗 我在帮你 你知道吗 你帮我 你不害我 我就感恩戴德了 喂 去哪儿 我要去拿我的包 赔你一个不是什么 你赔 那可是限量版 限量版我也赔 你赔的包 我才不要 喂 我这边有人事 帮我处理一下 对 你帮我拖一会儿 既然副总您现在这么忙 正好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喂 我话都没说完呢 我要去拿我的包 我对你的情话说两遍 你为什么要她的话都不要我的包 你又不希望我为感情 抛弃所有人 不是 我说出了情话第三遍 是不是你想要的画面 我不装可怜 或许这是我心甘情 爸 爸 爸 你们俩子又怎么回事 我问你怎么回事 你们先聊 那我先走了 也没走 我有话跟你们俩说 叔叔 你刚才找我们 别说啊 听我说就行了 他说的话你也可以不听 傅泽姨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件什么好事 盛总跟我提起你们俩合作的时候 因为你会尽力挽回傅氏的损失 可没想到你却爽了人家的约翰 连电话都不接 现在好了 盛总和傅氏的关系彻底弄翻了 我只是临时计划有别 没来时通知他而已 到时候我会亲自登门道歉 你说的事就是他吧 怪不得之前不肯跟贺莱 珠宝家的千金相亲 也是为了他 跟他没关系 之前公司有个谣言说 发给谁无缘的信是你写的 我还不信 现在看来可都是真的 叔叔 你刚刚 你嘴 你为了这个女人 三番两次治公司的利益鱼不顾 你知不知道 你和爱哲搞的利益输送 我是可以告你的 哼 你看看你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错 我想干就别干了 我现在就通知你 你在副市的所有职务 已经被撤销了 你愿意待爱哲就永远待哲来吧 叔叔 公司我一定会回去的 而且是带着移居的合同回去 好 我就给你一周的时间 这事搞不定 就永远别会复事 你们刚才说的利益输送 是什么意思 都跟你说了 他说的话你别提 是不是我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没事 我现在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 我一直就变成这是 直接远面 就不用了 你不用了